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 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 我在这里给各位报告几个数据 就是学前教育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是64.5的毛入元率 去年底我们提高了26.6% 达到了91.1% 基础教育 我们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标志着中国在基础教育的能力质量的世界可比性 在高等教育方面 我们2012年的入学率是30% 这10年提高了30.2个百分点 达到了世界公认的普及化教育领域 在基础教育当中 在全国2895个限域 实现了基本教育 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 完全实现 人民群众有学上的教育的基本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 学生资助覆盖了全学段 累计达到14亿人次 在营养改善计划中 汇集了4.2亿人次 2012年以来 我们启动了面向农村和原贫困地区 考生实施重点高校专项招生计划 这是一个汇集东西部 向教育发展和更好的公平的一个极其端重要内容 目前十年来 我们已经累计招生110多万人 同时我们在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中 专门为中西部乡镇医院 输送了5万多名毕业生 成为当地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